4月22日的最新消息表明 部分国际投资者已于4月18日 在瑞士东北部盛加伦的联邦行政法院 正式提起了对瑞士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上诉 理由是瑞士信贷上月深陷破产危机 被瑞银收购过程中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单方面宣布 总价值约173亿美元的瑞信 额外一级资本债券资产减击清零 导致相关国际投资者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这些以上诉的投资者表示 瑞士赖账严重违背了瑞士多年以来 标榜的保护私有财产的理念 并且之前宣传的金融理念相当于国际金融欺诈 这侵犯了全球投资人的财产权 本轮发起上诉的相关资产 共计约45亿瑞士法郎 约格50亿美元 相关律师表示 那些被瑞士政府非法剥夺财产权的全球客户 将向瑞士追讨索赔 伯尼尔大学商法教授彼得维克多昆子表示 如果瑞士政府监管机构败诉 这对瑞士金融监管局和瑞士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 将是一场灾难 瑞士作为投资者稳定之地的声誉也岌岌可危 而上述诉诉讼仅仅是全球投资者起诉瑞士的案例之一 目前律师拒绝透露这部分上诉者的国籍及身份 另有消息表明 美国 新加坡 日本的投资者 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向瑞士政府发起相关资产索赔 例如至少有80位新加坡的债券支友人 正在就起诉瑞士政府进行谈判 理由是瑞士清零债券 违反了新加坡与瑞士等欧洲国家之前签订的贸易协定 与此同时 瑞士赖账已经引起了日本财务省的高度关注 日本财务大臣林姆俊 1月4月21日表示 令人遗憾的是瑞士事件的影响波及了日本的投资者 日本投资者此前购买了大约1400亿日元 约10亿日元的瑞士一级资本债券 日本国内外的券商作为中间机构 必须尽一切努力妥善应对客户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的部分投资者早在3月16日 就指控瑞士未能披露其遭受大量客户外流 并且在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这比瑞士监管机构宣布相关债券 见记清零的3月19日提起了三天 有分析认为 可能拥有敏锐嗅觉的华尔街人士提前捕捉到了 瑞士面临赖账的风险 似乎进一步说明 欧美资本存在某种关联度 甚至内幕交易的可能 显然这场欧美银行业危机中 似乎亚洲的买家们受到的损失不如小觑 也有分析认为此举是美欧金融寡头 以及那些可以操控美元印钞机的顶级银行家们 集体减全球投资人羊毛的权势 正如美国财长耶伦在3月时就美国银行业危机表示 不能保证所有存款人的现金安全 再结合美国此时正在接近国家债务的违约日 以及多个迹象显示的美国赖账风险增加 更让人难以避免的与此前美国没收俄相关资产的这一现象相提并论 根据英国记者的不完全统计 美国和西方查封了因制裁冻结的俄央行外币资产3000多亿美元 不过耶伦自今年2月以来多次表示 对于我们可以如何处理被冻结的俄资产存在法律限制 也就是说耶伦也深知没收别国资产是不合法的 但美国财政部试图希望通过美国国会新的立法 可以进一步侵吞他国资产的想法 似乎正在若隐若现 这就是美西方过去多年一直宣称保护私有财产的说法大跌眼镜 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 美国接二连三的没收了德国、日本、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 维内瑞拉等多国央行及相关企业和个人的资产 而今天潜在的债务违约风险以及最新关于俄资产的阐述 相当于美国金融信誉扫地的升级版 面对瑞士赖账 美西方没收多国资产 以及美国潜在的债务违约风险 全世界的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 不再相信西方金融体系的信誉 同时这也体现了美元、瑞士法郎、欧元等 西方货币的实际信用不断存疑 正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4月18日表示 美元和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不应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一些国家正在寻求替代美元和欧元的货币 例如人民币或印度卢比 积累黄金或建立自己的支付系统 按实际价值计算 美元的市场份额 从2003年占全球总储备的约三分之二 已经下降到2021年的约55% 并且到了2022年时 美元的份额急剧下降至全球总储备的47% 一年内出现8%的跌幅 相当于美元全球份额 以过去几年十倍的速度大跌 与此同时 自2022年以来 在美国国债的前30大主要持有国中 至少26国在不同月份大幅抛售 或连续月份大幅抛售了美国国债 全球多个市场还上眼了 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元货币 直接交易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现象 这也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非常罕见的商品货币变化 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 比之前更加重视黄金储备 过去一年 全球央行们更是创下 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黄金储备增持热度 并且央行们增识黄金的热度今年依然在持续 这在华尔街资深经济学家彼得西夫看来 美元正面临致命一击 人们将涌向黄金这一世界经济的恒定货币 因为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 都只能凭空印制美元 并通过将美国国债货币化 对冲美国巨额赤字风险 但他们永远无法复制黄金 而无论是美国债务危机 美欧银行业危机 以及赖账现象的出现 无疑不是在美西方印钞体系下 银行家们不遵守信用的体现 然而这些银行家却永远也无法赖掉真金白银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央行加速清算美债 减少美元 并用黄金储备的形式加以替代 并且金川国家可能还将在今年8月 发行锚顶黄金或稀土资源的新货币 这也说明中国等金川国家 拥有强大黄金储备的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美债第二大持有国 中国自去年8月以来 已经连续7个月抛售美国国债 持仓已降至8488亿美元 在创2010年以来新低的同时 中国自去年11月以来 已连续5个月 共增加约120吨黄金储备 总量已达约2068吨 并且打破了此前连续38个月 黄金储备保持在1948吨持平的状态 这引起了全球货币分析师的高度关注 纷纷认为中国存在清空美债 并大幅置换黄金的可能 而国际黄金分析第一人阿拉斯戴尔迈克劳德 知名战略咨询机构西蒙亨特 美国金融分析机构林队冲等多方分析 中国实际拥有的黄金储备 可能已经超过3万吨 远高于美国作为宣称的 第一大黄金储备国拥有的 8133.5万吨黄金 与此同时在市场交易层面 根据美国金融机构 Steve Gold通过查询海关数据称 中国2月进口了166吨黄金 这比1月的76吨显著增加 也就是说近今年前两个月 美欧市场就向中国运送了242吨黄金 而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 自2017年至2022年的6年间 中国买家共进口6135吨黄金 再叠加今年的数据 相当于2017年以来 目前已知的美欧已经向中国运送了 至少6377吨黄金 值得已提的是 全球知名贵金属专家 格雷耶茨多年以来 一直为全球客户们 在位于深埋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金库中 储存大量黄金 他持续观察到 过去数月以来 瑞士的黄金交易商持续加速 向中国和印度运送大批黄金 这其中有瑞士的卖家直接销售 也有美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商家 通过瑞士作为全球最大黄金精炼 和中转中心 转运到中国和印度的黄金 分析认为 这次互为中国印度等金专国家 有可能在8月宣布发行 以黄金稀土倍数的新货币 提供了某种支撑 对于这些市场变化 虽然瑞士金融监管局已经宣布 清零瑞信相关债券 但却无权阻止美欧大批黄金 从瑞士运往中国印度 与此同时 尽管美联储替全球至少60国揚房 保管了大量黄金储备 但美联储以及债务滥账风险增加的 美国财政部 也不敢阻止美欧大批黄金运往中国印度 与此同时在深陷信用危机的背景下 无论瑞士当局 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 都只能对这些黄金交易望远欲穿 并且美国国会和一些华尔街人士建议 为了维持住美国的债务信用 以便未来继续向全球借债 美国财政部在资金耗尽的情况下 可以调用黄金储备向中国运送黄金以抵债 从这一角度来说 美国不敢赖掉美国国债 到任何时候都需要连本带利 如数奉还 因为只有这样 似乎才能在短期内 勉强保住美元储备地位的某些价值